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著免核檢通關的實施 旅遊局全方位向各地旅客鋪開宣傳 澳門昨日近錄得5.5萬名入境旅客 創疫後高峰 為足近澳門旅遊熱度 旅遊局今日近邀請約40位 為香港旅遊業界領袖 來澳進行兩天的實地考察 親身體驗澳門旅遊家元素 考察團一行在世圍景點 感受澳門的中蒲文化藝術表演 以及欣賞澳門中樂團的精彩演奏 更去到澳品會及中國語袍與國家 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展示館等地方參觀 豐富的行程讓香港業界感受澳門的旅遊魅力 希望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 搭建大家的業務的溝通 希望能夠給予香港的一些旅遊業家 尤其是這班是他們的領袖 首先他們看了澳門這幾年有什麼新的發展 有什麼新的項目 讓他們都知道 或者可以在未來來講 如何去到計劃一些合作 其實我們都是 首先讓他們知道澳門有什麼新的東西 或者澳門舊的東西也有一些新的發展 這樣的情況下才能夠給他們一個信心 去做一些新的產品出來 真是很希望能夠搭建香港和澳門 在旅遊業這方面的一個互動 我想現在在現階段來說 已經有交通的優惠 已經有消費的優惠 我相信已經是非常之吸引 再者我們會遲一步再推出一些其他類型的優惠 我們都很希望能夠做好這個效果 真正能夠給到我們的遊客 覺得我們澳門是非常之歡迎他們回來的一個感覺 這次來看到 都覺得我們自己都很興奮 來到每一個地方又感受到的氣氛很好 所以我相信更加加快我們香港的業界 早多些團來澳門 同樣我們都相信 香港也是澳門市民很喜歡去的地方 我相信我們大家的交往是更加頻密 和更加會好 大家都看得到澳門已經很快出了一些推廣 我相信很快會吸引到很多香港人來到澳門 我相信港澳其實不單止是這兩個城市的交往 就是整個大灣區 我相信接下來都是很大的幫助 就是串通香港澳門和整個大灣區 我覺得這個旅遊是一個很大的商機 本地旅遊業中建錘光 大三巴首順街一帶人氣旺盛 逐步回復疫情的繁華景象 又相互表示 近日生意恢復三至四成 期望未來再上高峰 我們已經堅持了三年 起碼有三四成都有 香港內地都有 這條街都很多人 都蠻好 因為見到香港那些有萬一總一的優惠 最近宣傳都好 這兩天就好一點 好幾成六七成 現在好幾成了 現在好幾成了 跟那時差得遠 每天都差不多關門 見到也有香港客人來吃東西 好幾成就好 現在疫情過後 感覺都好幾成了 有限企業也將各自推介最新發展 旅遊局旗者邀請業界領袖 來澳直接參與考察及交流 進一步加大市場的支持力度 從而推動港人來澳門旅遊 全力拓展客源